來關注大選倒數四十天了 去年準確預測九合一大選 結果的日本政治學者小力運星星 他就說依照五家民調機構 實約的民調平均數字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變化 十一跟十月相比呢 第一名的還是賴清德是百分之三三 那跟十月相比是小幅上升百分之零點六 侯友宜這句第二 那跟十月相比則是上升多一點 百分之五點二 那第三還是柯文哲排名在第三 那金融這樣的數字變化呢 小力運星星他就說 他發現了五項趨勢 包括賴清德他也是保持領先 但是沒有鬆懈的空間 他說因為藍白分手之後 侯友宜的支持率是大幅提升 那麼賴清德跟第二名的差距 從百分之六點三 已經減少到了百分之三點六 顯示侯友宜可能跟賴清德 要進入貼身肉搏戰 但是他也提到 如果賴清德的支持率呢 是受到藍白河的影響 那麼他在十一月的支持率 可能已經觸底 預計在十二月就會有所回升 現在大選沙喀都的局面 這藍營是不是復刻了 台北市長蔣萬安 當年勝選的進化模式呢 我們在看到有藍營的知情人士 進行分析 說這個侯康佩呢 集體直追 就像是昔日蔣萬安 選前大反攻的階段 甚至說要力拼跟賴消佩的黃金交叉 那現在綠營還是持續 跟民眾站在第一線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